哈喽大家早上好 刚刚吃完早餐 然后打算到安塔利亚的市区去一下 为什么要到市区里去一下 因为有一个网友 他跟我取得联系 说是看我的视频也已经看了很久了 之前也在泰国是做潜水教练 现在他在安塔利亚已经待了一年多了 看到我到了安塔利亚 他就很开心 说是想跟我见一面 那我就去 他说约了市区里的一个星巴克 那正好我们到了这里来以后 也没有逛过星巴克 也不知道星巴克这里是什么价格 是比泰国便宜还是比泰国贵 所以我们打算一起去坐着聊聊天 一会儿去看看 然后再看看他有啥故事 有啥故事的话我讲给你听 到了这个星巴克 但是怎么又是这个MMIGROS 是个大超市 这个牌子我都认识了 这个星巴克好像也不是在市区里面 这边好像是像个居民区 旁边都是居民区的房子 行我们进去看看 星巴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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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这里有个二楼 二楼好像也没啥错啊 但是有包腕什么方着 这个就是我刚刚说 来约着见面的朋友 联了几杯咖啡我们就坐下来了 同一次见面啊 你们是怎么想到到土耳其来的呀 之前在泰国是吗 之前在泰国 其实疫情开始的时候就是我真的亲爱的 疫情开始的时候我是在古籍 然后回家过了个年 过完年之后又回到泰国 那人想着疫情可能就不知道他们的疫情到底会有什么规模 然后后来泰国开始封城了 开始签证都开始过期了 然后这时候也是机缘巧合一个人 就我们一块玩一个人就穿着电话说 突然去埃及吧 我说好啊 就这样我们吃着饭聊一天 他说一定要去埃及 我说好 就这样就走了 去了埃及 去了埃及那时候已经开始爆发了 然后去哪儿都开始不方便了 然后在埃及一待就是半年了 在埃及待了半年 那也就是说20年其实是待在埃及大部分的时间 20年上半年待在埃及 然后年底 20年年底的时候来到土耳其 年底就来土耳其 其实疫情之下你能选择不多 就是他为我家开放 然后他不让你说检查测试 各种报告 18个卫生 就是一大堆 其实是吧 土耳其什么都不过 这儿一直就是这样 一直都是开放着 他没有那么多废话 你想来来吧 来花钱没关系 然后土耳其入境特别方便 入境之后我发现还能长得待 对他能办一年的吗 对能待一年 而且需要一些手续 但是没有那么麻烦 就是可以做到 很多人都做到了 对我网上也查了一下 好像两千多块钱人民币 就有人代办 代办那是什么生意 我自己办了一千多里拉 一千多里拉是吧 这个是 这个是现在 现在他价钱变倒了 因为之前那是疫情之前 他说里拉大扁了之后 他的价钱也变了 中间如果有人代办 他要怎么说 那是你们自己商量的事 对对对 但是这个事情是可以做的 他们可以做的 所以 其实旅行这些地方 能做到这样子 真的没啥想法 塞尔维亚 拍了一个月的签证 之后延期延不下来 只有半个家 周边这个国家 好像只有土耳其是这么开放的 所以说 然后后来我来出奇之后 我发现性价比超高 性价比超高 对 就是你就是走到这地方之后 但你舒服这个东西 你不是说简单的一下 就是听别人说的 是你真正自己做的之后 你在生活之后 你发现他的好 这个好不是说你看着好 是真的感觉到他的好 因为就是说 比方说这一杯咖啡多少钱 吃的东西多少钱 就是货币的实际购买率是不一样的 挺强 那你在这这一年 你是经历了土耳其的货币大贬值吧 那之前物价呢 物价和现在比呢 有没有觉得高来低 从里拉比较的话 有的发生价格发一倍 如果说占出货币 如果说人民币 如果说你在这边花里拉 打里拉公司的话 其实生活其实有点水生活 有点难受 但是如果说你用人民币来说 其实这有点是好事 是好事 我们是经历过 它里拉贬值之后 有一段时间红利期了 就是里拉贬了 你就从土耳其店员取得钱 然后 对它还没来得及调整 对 价格价还没来得及调整 你会有一波红利期 特别 这玩意儿我才花了五毛人民币 对于是这种感觉 我是经历过红利期 现在就是去年 又贬了一波之后 现在稍微稳定了一下 稳定了一下 现在里拉稳定了一下 所以我去看菜单 都是贴了标签的 就说明它的价格调整 你是赶上过价格没调整 然后长期的看了 有可能里拉还是会贬 还会在贬 然后现在其实是机会 就是对于不在这赚钱的人 在这生活其实是机会 因为有些原先人 不会卖的东西 现在我拿不出来卖了 比如说 房子 房子 对 就有一些机会 我在这待了好长时间 有段时间 我是在冬眠 等疫情结束了 然后这个疫苗打了 然后是不是就天下太平了 是不是 可能是我生活就可以重新开始了 但是现在已经两年了 两年了 然后这段时间我在这就会 就会 留意各种信息 想有什么事情可以做 有什么事情可以做 一直在收集各种信息 我在这就类似于在自我学习 这种闭关的那种学习的状态 然后我收集的信息越收集越多 越来越发现 新特尽寒是一个选项 是一个独特的选项 它是21世纪唯一的一个移民国家 唯一的一个 没有第二个 类似的移民国家 只有如果说历史上对比的话 18、19世纪的美国 它那时候对移民是开放的 对 那时候你坐到扩船 过上 America 对对对 哗哗哗哗哗 这边也类似 现在也是 它有一个入籍的政策 你在这买房子是对于入籍的 然后我们觉得土耳其 好像这个什么什么国中 什么人中 狗中还是西 对 我们这种遥远的心态 感觉在土耳其还挺奇葩 挺快 其实这种是因为这些文化 国家的差异 对 信息不通放 造成一些片面的认知 实际上 其实土耳其它是地区一霸 地区一霸 这附近 在穆斯林世界里面 它是民主的灯塔 民主的灯塔 就是咱国内经历过 经历过一些动荡之后 然后咱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对 然后这边呢 它也是改版的 穆斯林 有穆斯林特色的 它是世俗化的穆斯林 就是你看伊朗跟沙特 他们打架打得很松 就是什叶派跟序尼泰 对 他们是因为这个乌罕木的继承人 到底是谁 这种大是大非的问题 没有这么好谈 他们这种打得上千点 到现在也闻着 还不太平 还在打 但是来土耳其买房的人 最多就是伊朗 第二多的是伊拉克人 他们都是序尼泰 就是他们都是什叶派 为主的 照理说 这边是序尼泰 对 照理说 水火不容的应该是 照理说他们一个世仇 但是他们改版 你说这边好多人 他们都不带红西呢 就是很企划很开放 但是文化是包容的 中间他们有历史 然后又有农远 他们在这来着生活 不觉得说 到了一个仇敌的地方 就是土耳其它有点像那种 大城市对周边的 红西校园 像北京啊 在周边 周边全国人 然后毕业来 要工作 去哪去大城市 要去大城市大海天 它对大城市 对周边人才是吸引 效力的 土耳其 它的红西校园 不是局限在土耳其周边 它是局限在 它是覆盖着所有的 穆斯林国家的一些 我其实我这就是 就收集各种资料 往下看 然后这边有那个 二十多 就是排名的那些 来出这些买房的这个人 第一的是伊朗 第二是伊拉克 第三的是俄罗斯 这些都是好几千 好几千 中国人也有买房 但是它是三位数 就是几百人 几百套 但是那些都是 五位数的 五位数四位数 就是他们 他们已经形成了 这种俄罗斯的这种小区 这种阿拉伯人的小区 他们已经 已经聚集成了这种小区 这些这些人 他们伊朗人 他们受制裁 然后他们的钱 货币黑市 价格跟官方价格差五倍 就是他们的资产 他们需要一个 一个途径 然后这就是他们 天堂 天堂 通向外面世界的 一个桥头堡 就是一个 就类似于咱中国改革开放之前 香港对中国的地位 中国那时候 也是相对屏蔽 然后对外 也没有一个沟通渠道 香港那时候 吃了一个 中国发展的风力 中国有什么 对外沟通 都要通过香港 一条路来走 那托鲁他处在一个 相对独特的位置 他没有受制裁 他也是北约成员国 就是你说中东 什么战乱的地方 打起来 不安不安全 北约这个世界上 最大的恐怖组织 从他成绩开始 他就白挨过打 就是你看 对金融国 没有说多 利比亚 亚比尼亚 区利亚 你就看他 这被拥有几个灵魂 他摔着打了一圈 只有他是他 由他打人的份 他没有人来打他的份 就是因为 北约他 核武器打我 真是一款 你如果打我的话 我具体防御 你看他把 俄罗斯的飞机都打下来了 然后后来也没有说真的翻脸 而且土耳其特别奇葩一点 他真的很奇葩 他左右横跳 前后都封着 他又跟乌克兰做朋友 卖人家无人机 去打罗罗人 然后又跟俄罗斯做朋友 他不去 人家都是说说要 居宰 他该做生意 咱们还是好朋友 他是 他处在一个特别 特别 特别独特的位置上 他就可以有这个资本 去注入抢手上 然后 比如说 如果说这时候 这俄罗斯 这打起来 可能中国能吃包红利什么的 美元一些要跑到美元 美国的美元要跑到中国 其实土耳其 跟着也在吃红利了 我看到大势头 我一直在考虑一个很 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中国的楼市 经济发展的时候 他鼓务过一波楼市大翻翻 就是买房子都撞了 然后现在 现在 不行了 到一年这个时候 才慢慢这个势 才往前停下来 就是什么 房租不少 要慢慢的 这个房子 可能不再是一个投资的一个选项 但是土耳其 这就是08年之后的中国 那时候4万亿 这边土耳其 大街快上的 你搞一些好多好大规模的 那现在 现在的这个土耳其的房价 你了解吗 了解一些 像这儿的安塔利亚呢 我还不敢说 我是一个很专家 我只能说 我了解过一些的信息 安塔利亚现在房子多少钱 房价是涨了 它是一直在涨 那你买了吗 房子 还没有 没没没没没没想打算下手 心动了 我已经心动了 那现在你这个房子是租的吗 租的 租的是 租金大概多少钱 我们是就是我们的房东比较 比较厚的 他的产业比较大 就是李拉点值了之后 房价就是租金跟着涨的时候 我们是按照李拉点值之前的价格 他还是没有涨价还是租金 多少钱一个月啊 价值2500左右 李拉吗 对2500 2500李拉的话 那也就是1000多一点人民币一个月 对 几房 两个房间 是一种 两房一厅 相当于一室一厅 相当于一室一厅 所以它是学生工具没有 但是它两房 等于说它相当于是两个房间 进门就是一个房间 也有床是吗 进门是一个门 然后另外旁边有一门 相当于是一间住两个房间 进去是两个房间的 现在也就租到1000多人民币 一个月 那住在海星 水电呢 水电这些成本高吗 水电一个月 现在冬天的话 就是200多 李拉 对 然后去年的话 基本上 就在130 150这样的 呃 就是水和电都包含了吗 那不贵啊 你们这还得用暖漆呢 是吗 家里都不用暖漆吗 像就是比如说 你现在这个两房的房子啊 那如果现在在卖 是卖多少钱呢 这边这边会便宜一点 67万里拉 那相当于就30万人民币 30多万人民币 对 你这个地方如果买房的话 就是比较适合就是做民宿啊 做法律 啊就是这边做 当中的生意来做 这边做民宿啊 做什么啊 对外国人做生意 它有限制吗 没有限制 但是你确实是自己跟房东签好 那种转租协议 如果我买的房子呢 如果你自己买的话没关系的 就跟他们土耳其当地人是一样的做生意 都是可以 我要开客栈啊 什么都可以 对对 因为他们这边支持这个房地产 啊挺支持房地产的 跟泰国不一样 这边你这东西完完全全是你的 就是外国人可以跟土耳其人一模一样的合法持有的意思 而且像像一些一些加勒比那些地方 它是人的指定 你说你要房产投资 你要你要移民 他说这片房子你可以买 这片房子你不能买 对对对 但是这个指定里面 它是可搭水不难 对 就是那样买的时候 其实你的钱其实是相当于一半的卷掉 哎呀泰国不是也想那么搞吗 就是 但是这个关系土耳其当时它不一样 它是敞开了 对 你想在那儿买 就是我已经 我已经发现了 就我包括我到这儿来这段时间 我就发现 就我们作为外国人和他们当地土耳其的人 其实很多待遇方面是一模一样的 没有什么区别 对不对 对我们这一路走过来 我都已经有这个明显的感觉 跟泰国不一样 泰国好像你游客就是游客 你本地人一定是占便宜的 你想在这个地方长期的生活 你肯定是不如本地人便利 在这儿就不是这样 我觉得 今天有些地方 它你不会土耳其 也生活也没障碍 那么就是你在泰国也生活了一段时间 你在土耳其也生活 你在中国就不用说了吗 也生活那么久了 你这三个地方的物价 你来比一下 你觉得哪个地方的物价 可能会更亲民一些 土耳其没有执意 土耳其没有这一 它比泰国还便宜就感觉 中国是最贵的 泰国要看你生活在哪 我生活在小岛上 其实小岛物价也贵 土耳其呢 土耳其 便宜到 令人罢纸是吧 便宜到很不像话 我不知道明天有时间吗 这边有一个菜市场 就是平时生活的日常 如果你针对这个话题特别感兴趣 我可以带你去看我们买菜是什么样的 可以啊 然后让你看看 就是它这个菜市场一周主拍一次 就只有明天开吗 这个市场它是这样的 就这一片 我们家这个地方在礼拜四拍 然后可能古城那边是礼拜天开 它这一期农民就是你在这开一天 在这开一天 人还是这拨人 人还是这拨人 它是流窜的 然后我们就是每周买 就是背个包 然后买一兜的东西 然后就过一个礼拜吃的 就是货币购买率 你多少钱买一周拍 这个这个大概十二十里拉 对 这个这个这个是多少钱 刚才你买的 然后这个就是十七里拉 那可能还更便宜点 拿铁才十七 拍家母表 然后小伙伴们 你们这个城市 这个一杯拿铁多少钱 它其实我看它的这个标价 甚至比中国的 就哪怕是一笔一笔中国也便宜 十七才 对不对 我们的拿铁才十七 在中国怎么的也得三十多吧 在泰国要一百多泰铢 也二十多人民币 一百泰铢的样子 也二十人民币 因为在土耳其 有两个性价比最高的东西 一个就是巴克 还有一个是希尔顿酒店 希尔顿酒店 对 所以我就一路住希尔顿 一路住希尔顿 拼命拿积分 你知道吗 我接下去要住的那个酒店 它五千积分就能入住一晚 那他住一晚还要送我两千五百积分 那我靠这怎么白住一样嘛 就是因为那些钻石啊 那些社会员 他每年要保级嘛 对 所以他每年就会在土耳其住一段时间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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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就指着在土耳其保级了 这一次 而且酒店特别多 那你这一年多现在有收入吗 没有收入 就在土耳其是没有得到收入 你是靠积蓄再过日子 就靠积蓄再过这种冬眠的照片 所以你就也挺急于的去做一些 看看哪个东西能实得投资啊 哪个东西适合做的 我原先对这些信息不敏感了 但是随着你口袋的钱 对数字越变越傻 然后然后你开始对这些信息 开始越来越敏感 对你 你就是 原先可能是 啊 固然开始就没 没事吧 我又可以干嘛去吧 对 我我又开始开张了 然后一些生活 有些很舒适的 就是潜水交代的生活 其实 相对是过得比较舒适 对 哪怕同样之间有竞争 我可能有一点好事 就是我英文还行 嗯 就是我不需要在纯中文市场里面 跟人去竞争 然后我在那些讲英文里面 我会讲中文 然后在这种环境下 我特别有竞争 就是我 我一直没有说是我特别大的苦 我一直没问 你哪人啊 我大连 你是大连人 啊 东北人哪人 我家里面靠海 从小就在那边抓旁一些 海利子是吧 对 啊 大连人 那你也就是 呃 从国内出来以后 就一直满世界的专 我是 我是大学的时候就出国了 大学的时候 我在国内待的 其实我在 算起来我在国外待的时间 比较挺 我在国内待的时间长 啊 您您您今年几岁啊 我79年了 啊 那跟我差两岁 跟我差两岁 我18岁的时候就离开 就离开国内了 然后到外面去读书 然后工作 然后就行为倒具了 过了十多年的生活 直到有一次 直到有一次 我出去玩嘛 就有个假期 嗯 然后 那时候我是去的丽江 啊 丽江 然后就跟一群 认识的一群 在街边 然后抱着鸡 啊 对 弹琴唱歌的那种朋友 然后有人说 人家说我已经在州上 走了两年了 我对时候好生羡慕啊 啊 我说人家的生活 过得如此如此 垂彩是吧 多彩 然后我的这个礼拜一 跟上个礼拜一 好像是一样的 啊 对 因为因为你进入了一种 循环的那种生活 然后就然后就这 今后三年怎么样 大概说发展怎么样 是是是是看得到的 可欲确的 然后特别向往那种 你今天过今天 不知道明天什么样的 就是那种会让你觉得 不理的幸福 无比的那种有冲动 对 然后这个假期过 特别很半夜一转眼 假期三个礼拜 假期就过完了 然后就回来了 回来之后 我发现人走了 心里回来 啊 就是说你的内心 还是向往的那些 就是自由 对 十何远方 你就真的是向往 然后我丢绝了 那段时间之后 我一拍大腿 我就说 如果说你现在说 因为这个那个 走不了的话 你永远都走不了 嗯 然后那时候 就是把原先的一些生活 做了一个彻底的 了断 了断 对 我是在15年 1月份的时候 背着包了 第一次走的 啊 很巧 我第一站也是泰国 第一站泰国 第一站泰国 因为那时候 就是 只听说过满月爬 没有真正去过 然后听说过 Full Moon Party 对对 满月的时候 那个大沙滩 潘安岛 忘了 我得不得了 然后那时候 我开始第一步 我觉得 这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折 就是原先的轨迹 可能是这个样子 然后从那个点开始 它就是完全 另外一条路线了 后悔吗 嗯 这么多年了 可能说我错过了很多 其他的发展 错过很多的机会 嗯 从那个程度上 可能是有损失 这个损失可能还挺大的 就从经济上来说 就是 从经济 从发展 从很多 很多我们非常在意的东西 我其实是做了一个非常愚蠢 非常傻 非常不理智的行为 嗯 但是从另外一方面 有一些我们可能不在意 觉得它 你的价值 价值体系 根本就没去考虑的事情 我中间 我多少时间 我就开怀大笑了 过多少时间 我是躺在那边 蓝一样的舒适感 嗯 那种内心带来那种满足感 这种东西在直观前 对 那什么时候你才能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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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的价值 你的生命不是说 你能关在关在板 钉钉的时候 说你是个好人 嗯 你说 你嗜好为忠 还是 对 对 你是一个特别有意气的人 不是你关在板 关在关上钉钉钉的 那个时候 才去对你的钉钉 我们人生是 生中每一天 做什么 每一天 就是 你一个 小短暂的 这个时刻 然后 这个过程 这个过程 会 还是真正的人生所成的 不是说你最终 取得了什么成就 但是这个也是两条说话 然后我现在其实就是要面临着一个 人无远离 必有禁忆的一个尴尬 就是 这个 就是你选择这种路的时候 是有代价的 对 非常非常大的代价 这个代价 很多人 可能一想就是不可能 我怎么可能干这种事 就是觉得 这是 属于自杀 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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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完全不会考虑的事 但是 我在路上里 遇到了很多能够能够跳一踩的人 就是世界之大 无其不要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选择 对 然后 属于 什么 生物还要积蓄的 Romo 还要积蓄的 公司 剪辑 公司 保密